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最火红的新闻就是中东情势发表我的看法 听众朋友参考了 第一个大家都在问说 美国跟伊朗到底会不会爆发全面性的大战 甚至向伊朗扬言的 如果一旦大战爆发 他要去攻击以色列 甚至去打阿联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 大家知道杜拜可是 阿联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他要去摧毁杜拜 这个帆船饭店大概就要倒了 那这样的情势到底会不会爆发 我很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讲我的看法 不会 很简单的讲不会 为什么 第一个美国跟伊朗的军力太悬殊了 这种非对称性的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也不可能爆发的 第二个打仗需要赢弹 我们常讲说大惊未行 粮草先行 对不对 美国现在国库有钱打仗吗 那更不要讲伊朗被美国制裁了这么多年 其实老百姓生活已经很困苦了 更不要讲伊朗政府口袋空空 所以说打仗要钱的 那两国的财政官员一看 这个国库里面的钱所剩无几 还敢打吗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打走脸冲胖子 虽然说有这么多的航空母舰的舰队群 但是这些舰队群的维护 这个国防预算已经让美国一个头两个大了 不断的发债来充实国库 这个像子孙借钱了 所以再去打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受得了吗 当然受不了 所以我认为光从这两点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双方都是只是在做态而已 第三个 川普的目的绝对不会是在摧毁伊朗的 而且他也摧毁不了伊朗的 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在总统大选年 去制造一个外部敌人吧 让美国老百姓紧张 然后把票投给他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美中贸易战已经暂缓了 本来头号敌人 中国大陆现在瞬间消失 当然要找一个大敌 叫大敌当前 来让人民产生对领导团队的信心 或是说忠贞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敌人当然是不能把他给摧毁 不然哪有敌人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认为战争是绝对不可能一触激发 爆发全面性的大战的 第二个问题 油价会不会一飞冲天 我的答案也很简单 不会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现在目前OPEC Plus 就是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加上他的盟友 最主要就是俄罗斯了 这些国家20多个 现在目前正在实施联合的大减产 减产高达210万桶一天 这个但全世界的需求大概2% 这么明显的供给跟需求的失调的状况之下 油价怎么可能一飞冲天呢 因为如果油价一飞冲天的话 产油国随时在增产就好了 第二个呢 美国还有非常多的战备除油 可以随时释出 所以说如果油价冲上去 那川普可以一声令下 立刻释出战备除油 所以光是从基本面 油价没有可能一飞冲天 但是今年是大选年 别忘记了共和党向来是搞军火的 搞油商的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军工产业一定会受贿 所以你可以看到洛克希德马丁的股票 雷神的股票 包括像是这个北方科技的股票 这两天呢都大涨特涨 因为共和党向来最大金主 两个嘛 一个军工产业嘛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德州的油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德州向来是共和党最重要的大本营呢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今年油价即使不会一飞冲天 但是我认为今年的油价会是在一个波段高档的情况 大概美油 WTI 每一桶大概是在60块到75块之间 我认为大概是这个区间 因为美国现在页员油商很惨 过去几年有200家破产 所以川普怎么样也要把油价稍微搞上来一点 让这个美国的油商好过日子 让他们有资金 这个在竞选里面呢 支持共和党 另外一方面 美国在中东的最大盟友 就是沙兔地阿拉伯沙特 沙特阿美才刚刚上市 油价飙高 也有助于沙兔地阿拉伯的国家财政 大家都知道最近阿拉伯 沙兔地阿拉伯在全世界各地 大发公债来这个募资啊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油价低档 所以说沙国财政也很窘迫 大家要知道沙兔地阿拉伯 一年向美国采购的军费 高达上千亿美金 这是美国重大的一个金主来源 所以说油价搞高了 对于沙兔地阿拉伯向美国贡献美金 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是一时二鸟之计 这个大家都知道很明显 油价是要把它维持在一个高档震荡的 但是油价没有基本面大涨 第三个金价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行情 这个到我个人是肯定的 这三个问题里面 唯一肯定是金价会有一个好行情 虽然说黄金没有利息 黄金摆在那个地方 一百年还是一块金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看到全世界今年的风险因素 已经全面上升 即使美伊不会大战 但是美伊的争端跟冲突势必会延续很久 一下子给你搞这个 一下给你搞那个 一下发球权回到伊朗 一下发球权回到美国 现在目前伊朗飞弹设了美国基地之后 不是现在发球权又回到了美国手上吗 那双边都有要下台阶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金融市场 很快的早盘跌势就收复了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双边的冲突啊 不会全面爆发 但是呢 各类型的冲突还是会不断 那这样子的风险因素随时上升了 黄金就有它的避险条件 再加上全球通膨 从今年肯定要升温的 那全球通膨升温 也有利于黄金 那美元今年要走弱 那也有利于黄金 最近金价月线走势已经突破了 这个2011年到13年的 这个头部的大颈线 你就已经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今年金价是有机会的 也有吧 这个时候看着这个头部的大颜线 这边的颈线 就是这个头部的大颈线